注意看,这个长相漂亮气质出众的女孩却当众被扔鸡蛋泼冷水,网红小小如怎么也不会想到,参加红毯走秀会遭受如此待遇,真是看一次都触目惊心,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? 作为98年的励志女神,凭借一己之力逆天改命,13岁辍学外出打拼,16岁开始创业,18岁开公司当老板,22岁就身价78亿,白手起家逆袭成了拥有自己品牌的董事长,坐拥七套房产两辆豪车的小小如,从白手起家的励志女神身价一度改超了董明珠,如今也算功成名就,但为何却成了人人吐槽的大骗子? 小小如本想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她真的很努力,不曾想会被黑粉攻击,本以为扔鸡蛋已经很窒息了,可还有人发出这遭遇已经不是第一次,此前她还被按在水红,吓得旁人是一连母圈,有次外出吃着饭就被路人泼冷水,视频一出,不少人会替讨回公道,指责为何对一个女孩子恶意这么大?但事实到底是什么?我们不得而知,但也有网友爆料说一切都是剧本罢了,都是博取流量宣传自家的品牌,也有一些喜欢推理的网友从视频中找出了许多疑问,为何泼水后摄像居然没有 做出一点反应,为何没有一个旁人上去阻止,为何本人被淋湿后,却还想着拿出了自己品牌气垫来补装,评论区众说纷纭,佩服她的演技非同一般,一众三线演员都得甘拜下风,如今的小小如的口碑却日渐下滑,如果真像网络上粉丝吐槽一样,真的希望她真的多一点真诚,少一些套路,希望还是2018年那个大热天发着传单可爱单纯的小小如,这样才能得到大家的认同走得更长远,你们觉得对吗?